喂 爸 有事啊 那行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等一下忙完我就过去 喂 爸 怎么了 行啊 行 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 喂 爸 行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好 好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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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来的 爸她的啥事 也给我打电话了 不知道 走看看去吧 好 好 我帮你们来吧 爸 爸 都过来了 好 坐下 爸 你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这次叫你们几个过来啊 我有个解释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有什么大事呢 爸 什么事你说吧 能不能别玩手机了 我给你们发正事儿当 爸 没玩手机 我们都在忙工作呢 你什么话你说吧 我们听着呢 是啊 爸 有话您就说吧 我想跟你们分钱呢 要不要 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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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你了 你们几个也知道 我这做生意吧 做半辈子了 攒了有150万 呃 准备 现在跟你分了 那那好呀 啊 这150万 我们三个 一人50万 这样吧 我不是这样跟你分 你需要分钱啊 要回答一个问题 你们三个人要都回答对了吧 这你们就平分 要一个人回答对了 这150万就是一个人的 啊 还回答问题啊 是吧 你这分个钱还弄那么多事儿 你直接分了不完了嘛 就是啊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都回答不上来 这个钱我就不跟你分了 我爸这个钱啊 选你复离了 啊 爸 你这 行 听爸的吧 那回答问题就回答问题呗 什 什么问题啊 你们上次回来的时候 我交代你们的事 你们谁能记起来 上一次 上回 两件事儿 爸 这上一次我们回来 好像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 这那么久谁能记得起来啊 就是啊 爸 我们上次回来 你交代什么事儿了 没什么事儿吧 是啊爸 我记得我来的比较晚 已经家门的时候 爸爸饭都做好了 然后吃完饭 我不就走了吗 是啊 那你走了 我和小妹也走了呀 我就在吃饭的时候 跟你们说的 你们当时答应的都挺好的 难道都忘了吗 大姐 二姐 你们记得什么事儿吗 我哪能记得啊 这都一个多月了 一点印象都没了 是啊 所以说我有习惯吃饭的时候 我都一边吃一边玩主题的 哪听爸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 我先去做饭 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也可以互相商量商量 是吧 要是我做好饭 你们还想不起来的话 这个钱就不给你们分了 你说爸 这是我们回答不出来 还真的不给我们啊 这个钱 你们还不会吧 那咱们再怎么样 也四八的亲人暖呢 就是 这可是一百五十万呢 这是我看爸不想开玩笑的 万一不给我们 咱们也没办法呀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 想啊 你这样 咱们三个人啊 把那个记忆全部翻出来 拼一拼 对对对 大妹你说的对 那天小妹好像你 你先来的吧 我来到家里 爸去做饭了 那天还做的红烧排骨 还挺好吃的 你就记得吃了 我那天就特别忙 我一整年都在回客户的信息 一到家我就回信息呢 然后爸喊我吃饭了 我就去吃饭 吃完就回去了 就这么多 是啊 这这我也没什么印象呀 我那天公司也比较忙的 本来就来的晚 走的又早 这实在想不见 爸交代啥事啊 爸刚刚说是吃饭的时候说的 吃饭的时候 也没说什么事啊 饭桌上 饭桌上 爸不就是说让他们多吃点吗 他平时还能说啥呀 对啊 这爸也真是的 这事都过去一个月了 咱们谁能记得起来呀 我看爸呀 就是存心不想分这个钱 随便找个问题来标诞他们 等会爸过来 咱们三个说说他 这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爸的亲生闺女 他总不能把这个钱给人家 一分都分给他们了 是啊 我想也是的 爸给你吓唬我们了 肯定多少会留一点 想好了吗 爸 来来来来 坐坐坐 爸 你说的那个问题 我们姐们三个实在是想不出来 是啊 爸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说 故意骗我们的呀 唉 这么重要的事 你们都忘了 这令我失望 爸爸 你先别生气啊 这到底什么事啊 要不 你给我们三个提示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想起来 好 我给你们提示一下 关于你妈的事 咱妈 咱妈什么事啊 是啊 爸 这我妈都去世那么多年了 是真的有什么事啊 唉 你妈那分头上的草 老高老高的了 让你们几个去拔一下 这是你们都忘了 去给咱妈的分头拔草 不是 当时我说的时候 你们都答应得好好的 啊 当时你们的吃了饭玩着手机 你说你们哪次回来不是再能玩手机 你陪我说出话了吗 嗯 爸 你先别生气 可能我们 玩手机的时候也没听到 不过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还有一件就是 你妈 这都快十周年了 你妈 让你们姊妹三个商量一下 看咱怎么办 是吧 咱妈给她做个纪念活动 爸 你说你 你妈以前那么疼你 确实 你们能忘了 自从那妈走了以后 你们不打电话都不回来 每次回来啊 就是在那各自玩各自的手机 只有一个陪爸说说话的吗 嗯 你说 我要那自明几个有什么用 爸 对不起 爸 对不起 我们姐妹三个 每次回来都只顾着玩手机 谈生意 从来就没有照顾过您的感受 是我们做的不对 爸 对不起 是我们姐妹三个人忽略你的感受了 爸 以前都是我们不懂事 以后呢 我们姐妹三个会经常回来陪你的 陪你吃吃饭 陪你聊会天 这个钱啊 我也不分了 我实在是没脸要这个钱 我这个做女儿做的太失败了 爸 这个钱我也不要 我也没脸要你的钱 爸 这二妹和小妹说的对 这个钱我们都不要 你就留着 以后啊我们只要一有时间 就回来陪你 好了 爸 什么也别说了 以后 你们也都不用来了 再去啊 爸直接去养老院 爸 爸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是啊爸 你就别去养老院了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爸 你别这样说 以后我们子们三个 绿绿照顾你